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网格文件之间的Quad复制与粘贴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先打开一个网格程序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这个网格程序呢 那么有很多的花样 节拍数达到6056帧 那么那么快的复制 网格文件之间快的复制和粘贴操作一般用于什么情况呢 一般用于比如说我要提取某个网格文件里面的某个区域的花样 那么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首先选择快定义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选择我们需要 确定我们需要复制的区域 那么我们复制 复制这个多行多列网格的 第一行到15列 到15列 这这个区间的所有节拍 那么我们又几块复制 所有节拍 6056个节拍 全部进行复制 那么复制好以后呢 也就是我们提取好 以后我们要进行跨网格文件的粘贴 也就是说 粘贴到另外一个网格文件里面 那么我们比如说新建 或者说打开 打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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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比如说粘贴到 这里来 比如说 我们缩小 那么 同样要先选择快定义 刚才我们选择的是 一行 15列 从走下 下角这个状态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行15列 然后 又击 快粘贴 那么同样可以选择一些 快模式 有个覆盖 插入 等等 比如说我们选择覆盖 保持原来的方向 正常 正常 正常覆盖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么 同样 就是说我们将 前面那个网格文件的 第一行 第15列 那么区间的 这一块的所有揭盘呢 我们将进行 跨文件里复制到 这个文件的 第一行 15列了 那么它有一个 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我们复制 被复制的 这个网格 长框 也就是行列 要跟我们复制的 这个网格的 列数和行数 要相同 那么比如说 我们新建 一个 一行 15列 15列 那么进行 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 要快定义 选择所有 有几块 那么同样 可以起始派回忆 覆盖 确定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播放看一下 那我们这时候 可以看到 这个花样呢 同样是六千 跟前面的六千零 五十六帧 也就是说挖去了 它有一块 一部分 区域的所有 接派的花样 那么 那么 刚才我们讲 它条件是要 被复制的 网格 行数列数 要跟复制的 网格行数列数 要相同 才可以进行粘贴 那么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 14 确定 快定义 选择右几 粘贴 那么我们能不能将它 粘贴进去呢 它会出现 快复制的行数 也就是说 复制的 这个行数 列数 为15 被复制这个粘贴 也就是说 将来粘贴这个 这个列数呢 为14 所以不相等 不匹配 所以无法进行粘贴 那么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 网格之间 快的复制 和快的粘贴 操作 那么 特别的强调一下 呃 作为一个 作为快的 快文件 呃 快网格文件的 快的复制 和粘贴操作呢 当我们这个 呃 网格编成这个窗口 关掉后 啊 再打开 是没有的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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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